不 愛亂吃 張嘴就來不含我 這是髒的 這個不能吃 來給媽媽 寶寶睡覺會夜哭 媽媽哄睡苦不堪言 睡得就不踏實 你看這孩子就是翻來不去 他出生到現在 我都沒有睡過一個整夜間 請進 小朋友 請進來 歡迎 歡迎 小朋友 你好 你好 喜歡他是不是 他叫蔥蔥熊 來 蔥熊 來 喜歡他 摸一摸 都會喜歡是不是 最喜歡是不是 熊寶寶 都會說壞了 看著我們熊寶寶 我真喜歡 行 那早的爸爸媽媽 你為你休息一下 好好 我們再這樣等你們好了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 媽媽呢 這個不會是媽媽跟妳講 爸 媽 媽 這個不懂 好像可以 這個不懂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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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一下 流鼻涕了嘛 是吧 来 哪个鼻子啊 给妈妈指一指 这个啊 来 吸吸就舒服了 是吧 好多鼻涕啊 好了 好了 干净了 洗完了是不是啊 干干了啊 拿走了 实际 好 别别 别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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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别别别 好 起来 其实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幼儿大师的 就非常权威的我们的幼儿专家 张亚莲老师 张亚莲老师 张亚莲 中国著名亲子教育专家 中国儿童教育发展中心主任 国内科学早教的开创者 这一次早早的爸爸妈妈 来到我们节目有什么想 最需要我们帮助你解决的 难题啊 困惑 可以在这创所预言 就是她会就是看到一些东西 她都会抓起来就是吃 往嘴里放 又吃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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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捡的这是什么 扔了 这我很担心她这些 卫生健康问题 还有安全问题 她吃饭的时候还是 不正经吃 就是吃两口啊 马上就不吃了 零食你们现在吃吗 平时就是吃小馒头 还有就是山楂条 山楂片 其他的都不给她吃的 因为觉得不健康嘛 她配方奶吃吗 不吃就是她不吃 不吃得到奶 奶瓶妆她不吃 我就换杯子 拿吸管她也不吃 换奶 拿吸管喝奶 你有去带宝贝做检查过吗 就是西医中医都有 西医就是看一些就是西药的什么促进消化的呀 中医的话就是让喝中药嘛 就是调理她就是调理什么去湿的呀 然后粗消化的呀 还有就是她出去呀 不让她抓着吃那些东西 她有时候发脾气的时候 她就是极端呀 极端 就是她会用这个头啊 就是前面去磕地上 这个已经形成了经常性的吗 对经常性 然后有时候还会抓我的头 好 那她如果这样撞的话你会妥协吗 会 我会 好 她已经抓到了你的一个点了 是 你整个被她现精神绑架了你知道吗 就是从光你这样跟我讲 我就觉得已经是一件 好像已经拿她束手的策了 对 还有就是她就是总是夜哭 基本上平均每天的话有三次吧 她大概几点睡觉 十八点上床睡觉 醒了就自己能睡着吗 她就是需要就是说我抱着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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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枣子妈妈 我们这边基本上了解一个简单的情况 那么真对 我觉得枣子的问题 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育儿方面的专业老师 也会后续尽心对你们帮助 我们就这两天在这里安心的生活起来 好不好 好 谢谢 接下来早早一家将在宝贝之家 开始他们新的生活了 而专家团也将全程观察 找到困扰爸爸妈妈育儿难题背后的真正原因 走了 好好好 下 哎 好吧 看路看路的啊 哎 好 哎 好 耶 好 走 嗯 嗯 花花 看 大柱子啊 爸 就是很忙 所有东西他都要摸一把 嗯 喜欢到处去探索 到处去触摸 有 有 这是脏脏 脏快扔了快扔了 垃圾 这是垃圾 给妈妈扔掉吧 这要吃 咱们成年人会觉得 这东西能吃吗 怎么就往嘴巴里放多脏 但是你看 妈妈制止吧 你看还在吃 这是脏的 这是脏脏臭巴巴 这个不能吃 你站起来 来 妈妈看看 咽头啊 咽头啊 现在研究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所有地上被它看到的 细小的东西等等 它都要先去用手感知一下 他就喜欢脏东西 我就觉得 怎么我们也不是很邋遢的 怎么就是他就是这么 就喜欢这些邋遢的东西 就是真的是 就是什么脏 他就去弄什么东西 这是烟头呀 脏的啊 这是垃圾呀 要是能玩的 妈妈都会让你玩的呀 是不是啊 来 给妈妈啊 给妈妈 他有脑袋就装备吗 不敢还这样 妈妈看看 给你 给你 不敢磕头呀 疼了吧 疼了 疼了 有时候真的是 就是说很着急的时候出去 他就会捡那些东西吃 我很着急的时候 我就会一把拿过来就扔掉 不让他拿的时候 他就会撞头啊 用地撞头 这个我真的很担心 他都撞红了这里 这脑袋磕坏了还有 聪明宝宝都磕笨了啊 不敢啊 他也得逞了 疼了 他也得逞了 他都敲红了 对 但是我们就很难讲 下一次他还会不会用这招 因为刚刚你不让我玩这个烟头 拿走了 好 我撞到头了 我发现你马上把烟头塞到我手里 那这样好危险 对 所以他就会形成 自己形成一个感悟 就是我要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通常你会妥协我的事 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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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给你 你不要磕了 给你 给给给给 你不敢磕了啊 妈妈给给给啊 给你啊 给给乖宝啊 给乖宝啊 给给 哎呦 张老师那像这个小朋友发现他真的是什么都愿意往嘴里放 这是不属于意识症吗 这个完全不是意识症 因为第一我们说的意识症是比如说特殊的喜欢吃一样东西 比如有的孩子吃那个土或泥巴 他会真的吃的很香你知道吗 他不是只是尝一下 像这个早的这个年龄层呢 他就是一个口欲期 他是每一样都 咱们俩子味尝一尝啊好 这个不能吃 这个我尝一下能不能吃 他每一样都是尝试 所以他要来看看身边有哪些东西是能吃的 这是一个认知过程 所以跟咱们常规说那种意识症完全是两回事 哇好棒哦 早早可以够得着啊 这个不可以吃啊 这个不可以吃 这个不能吃啊 妈妈 这个不能吃啊 妈妈 哦石头啊 石头啊 石头不能吃 这个是地上铺路的石头 不能吃的啊 这不能吃 不能吃可以拿不能吃 妈妈让你拿但是不能吃啊 这个不可以吃啊 不能吃 这个不能吃啊 不能吃 这个不可以吃啊 爸爸 生气发瓶气了你看 爸爸 这个不能让它脏 这个不能让它臭啊 你看它抓妈妈的 他真的发脾气了 妈妈还在笑 你看你现在 把它抓了你又笑了 这个时候这个反馈 他就觉得 妈妈可能喜欢我抓它 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游戏 不能打吧 那如果正常的话 正常里面有什么事 你一定是要制止 不可以 把它放下来 让它知道说这件事情 妈妈不喜欢 我不喜欢你抓我的头发 它是看表情的 小孩这个时候 它只要看到你笑 它就觉得这个是 没关系 对 你能接受 妈妈最爱你了 怎么可以吧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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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不让它了 它哭我就会把它抱起来 抱起来它就会打我 或者抓我头发 我现在头发真的很少 都是它扯的 而且我晚上睡一下之后 我会觉得头皮很疼 就是这里就会觉得很疼 我从来没有说 动手打过它 它为什么会打我 我就是想不通 出个门 到处捡垃圾吃的嫂嫂 让妈妈忙得焦头烂额 加后妈妈又开始忙碌起来 为宝贝和爸爸准备晚饭 而好动又贪吃的宝贝 又会给妈妈制造哪些麻烦呢 这个年龄层还叫做搬仓鼠时代 就是它会喜欢把所有东西搬来搬去 所以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到处走 到处摸 这个搬仓鼠时代 爸爸妈妈不用担心 尽可能在一个安全范围内 就给它翻 给它玩 好 很多爸爸都是这样 自己玩手机 把孩子扔在一边 有时候我的业务电话会比较多 所以说有时候打电话什么的 发信息会比较多 王霞 看儿子过去了 你这样子为什么就走了 因为爸爸在那刷手机 对啊 你根本我觉得好没意思 他这样就去找好玩的东西了 垃圾桶 我跟你说所有的孩子 就是现在在这个年龄层的孩子 垃圾桶对他来讲是一个白宝囊 装满了所有爸爸妈妈 不让他摸的那些脏东西 所以此刻他就会非常非常爱 通常会把这个垃圾桶 当成一个宝贝 看到垃圾桶 他会把所有东西全部都倒出来 或者一样一样的全部给你拿出来 而且一边做 他就觉得很渴望 很兴奋 非常危险 因为厨房是一个重地 我们讲最容易出现问题 筷子给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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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危险呀 这给妈妈做事 因为筷子这种尖锐的东西 还是很危险 它制止了 这是对的 特别喜欢拿筷子 拿上筷子就是戳嘴 戳鼻孔 真的 有时候还戳耳朵 就是这样戳进去 都是危险的动作 不知道哪里学的 哦 把灯子都推进来了 哦 把灯子都推进来干嘛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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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下来啊 下来好不好 下来啊 这时候如果爸爸能稍微过来帮一下呢 这个爸爸我也觉得真的是 妈妈一个人在厨房 这个厨房本来就是一个重地 我们说就很容易出现安全隐患的 那这个时候真的应该大把手 而且这个椅子这么轻啊 它很容易就翻的你知道吗 这个也是对大家给你翻的 你把垃圾给帮妈妈捡进去好不好 你帮妈妈捡进去好不好 爸爸 终于向爸爸求救了 早就应该求助爸爸了 他就好长啊 上来了 加油 上来了 洗个手是吧 来 洗个手 小一点啊 洗洗手 张老师 那你看啊 爸爸其实是无情中在帮助宝宝 一起来往水爬高 这个做法会不会有点不妥啊 其实现在爸爸就是一个无奈之举 因为他来了他又觉得好像怎么 就是要哭 那我就想他尽快直哭 其实有的时候你不用走是想的快速直哭 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赶快做一个其他事物的转移 赶快做一个其他事物的转移 他有的时候去摸刚好是烫的开水的话 你刚用完那个水还没回去 一打开就能抢掉手 走 玩去喽 爸爸在你去玩 爸爸在你去玩那个东西好不好 怎么了 来来 妈妈抱抱 怎么了 怎么了呀 妈妈抱一下 怎么了 我就想说我做饭 你能不能踏踏实实让我做呀 你好好看看孩子 按开 先按开 我来啦 我来啦 你来啦 他把中药放到他包的汤里 这也不错耶 这样会口感好一点 可能就不会像中药那么难吃 妈妈还蛮有心的 调理肠胃的 还有 包括他夜枯 就是夜醒嘛 也是就是制夜精的 让他安神的什么的吧 找到那是垃圾桶 那是垃圾桶 你捡什么呢 你捡什么呢 烫了是不是 那个是妈妈刚刚倒的药 他烫到了 他有在那里吹 他在那吹 倒到脚上了是不是 爸爸 快点快点过来赶紧的 没法做饭赶紧的来 哎呀真的是很皮啊 就是各种危险的他都会玩 所以 神经都是紧绷的 然后就是 是怕他出点什么事 你给他弄一下 鞋子里好像到了那个渣子 哎呦走了 这个不错啊 是什么东西 宝贝之家准备的酵素 帮助消化的 宝宝也可以喝吗 可以 好了 一会儿再喝 还要啊 等一下 一会儿吃饭 吃饭 吃了饭再喝 再吃点饭喝 走走 给 来 来 喝口汤 来 来 喝口汤 喝口汤 这 这 妈妈拿着这么大的碗 直接给澡澡喝 这一口闷下去 这个太猛烈了一点吧 她肯定觉得里面有药 我要让你把它吃进去 嗯 那其实她把这一大碗汤喝下去 真的晚餐我们因为想说 那肚子 孩子胃就这么大 这一碗汤 真的我们成年人都已经是饱了 喝口汤 喝口汤 再喝口汤 饿 再喝口汤 喝口汤 再喝口汤 再喝口汤 诶 吃饭饭的呀 来 来 哎呀 这还能喝吗 这样还能喝吗 太开心了 心想哭了 听响声 听响声 就这样子啊 拿你的完成一下 我有发现你看 他们一直都是比较偏冷的 在旁边旁观 不能帅啊 来 不玩不玩不玩 就就就好丑好丑 快 边吃边玩 根本管不住 而且桌子上的东西 他要拿你的筷子 你拿勺子 他要抢你的勺子 他最喜欢拿你的筷子 拿你的筷子就是 好危险啊 各种就是 动不来动不去的 然后还要够你桌子上那些的 这啥 哦 大概 relied则 也可以给 determined 保险 原来的筷子 不过我 不过我 还有呢 经常 这都是家常店饭 汤里面就是放进去 就这样抓 然后就这样拍 挺响 要这个吧 我估计 摔碗 生气了就摔 往地上摔 什么东西都摔 家里的碗已经被它摔的 已经就是所剩无几了 摔坏了 摔坏了 而且有的时候你剪的 没有它扔得快 你刚剪起来 它就给你扔了 放开 你剪起来它又扔了 对 好 爸爸 爸爸把没收了 彻底没收了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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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开始发脾气了 抓头发 发脾气了 发脾气了 妈妈疼了呀 她其实在宣泄部门 因为你把我的玩具拿走 我发现妈妈是一直都不再容易生机 一直是笑脸 她有点那种逆来顺畜的感觉 好像怎么样你抓我都很好脾气 因为这些不利 妈妈 给个玉米 吃饭反了 叫爸爸了叫妈妈了 吃饭反了吗 一天没怎么吃东西的早早 最终还是没能在晚饭时多久 晚饭过后忙活了一天的早早 终于可以踏实地睡觉了 到妈妈这边来了 走过来 走过来 咋子还挺算炫的 不容易 这个点怎么又醒了 按常理来讲 这个时间段应该是熟睡的 他好像是突然哭 然后也没有睁眼 睡得就不踏实 你看这孩子翻来覆去 整个是不踏实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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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这样弄着我 就让我站起来 意思是我就得站起来 我站起来 我说好好站起来吧 我觉得妈妈 真的是很辛苦 我一直这样悠啊悠啊 只有好像我记得说 很多很小的宝宝 因幼儿 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 但没想到这么大了 还这样太累了 所以我估计妈妈就是 可能全年也睡不好觉 因为她经常是半夜夜醒 妈妈忙活了一天 没想到晚上宝宝还会夜哭 需要妈妈站着 晚上都会有 平均每天有三次吧 爸爸真的要去抱 孩子有时候他不跟 你知道他晚上就这种宝贝 我们通常会 他就认一个人 那比如有的时候 爸爸就是想去抱 说我替你分担一下吧 不行 他一定要妈妈抱 就越到晚上 这个他越认人 所以我们通常会说 很多妈妈就是 爸爸不是不想醒 我醒了也没用 所以再往后 他索性就不起来帮忙了 早早在反复夜哭之后 终于在妈妈的呵护下 安静地睡着了 天刚亮 爸爸开始忙着 为早早准备营养早餐 而专家团通过 第一天的观察 决定马上召开家长会 帮助家庭改变现状 昨天一天也是辛苦了 然后呢 我们也是观察到 所有你们昨天 在这里生活的状态 然后也有一些 小小的问题 想跟你们更多地 去交流分享一下 那张老师 你先聊一聊好不好 是 就是他这个吃东西 就到处找东西咬 确实还是挺频繁的 但是我觉得你们俩 应该知道 这个年龄层的孩子 基本上我们在一岁半之内 叫做口语期 不建议说我们觉得 把这个当成是个问题 或者是毛病 早早没有任何毛病 我们先说 因为它是一个很正常的 这个年龄层当中 所必经的阶段 就是口语期学习阶段 儿童口语期安全防护 首先呢 我们要注意 在带孩子出去的时候 所有的妈妈 要准备一个妈妈包 在妈妈包里面呢 有三件宝物 第一个宝物 就是我们所说的 孩子的湿巾 那第二就是清水 第三个呢 就是健康零食 第二大项呢 就是体能游戏 比如说 我们可以准备一个球 或者呢 在外面的时候 可以跟孩子玩一些 追追跑跑的游戏 这样呢 它的注意力 就转移到这些体能游戏上 就不太容易 关注地上那些 细小的脏东西了 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要注意 建构孩子人际交往 就是跟小朋友 交往的过程呢 也可以让孩子 从捡东西这个状态当中 转移出来 所以我们说 儿童的口语期防护呢 其实一方面是需要 爸爸妈妈动脑筋 第二大点就是 爸爸妈妈一定要 全情投入地 陪伴孩子 这样你会发现在户外的时候 孩子就不太容易 去捡那些地上的 细小的 不安全的食物了 宝贝在有的时候 跟妈妈就是闹不愉快 被阻止之后 他很习惯去抓你的头发 有几次把头发 彻底就是抓散抗了 对对 但是小童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宝贝抓他头发的时候 妈妈的表情 微笑还是 无奈和微笑 小孩子这个时候的 所有的认知 是要看你的表情的 错的事情一定说 不可以 表情一定要让他看出来 但是他不让我生气 他会把这个愤怒 隐藏起来 早早爸妈在孩子 教育观念上存在分歧 会让宝宝搞不清楚对错 要改变宝贝身上问题 第一步 要先解决 爸爸妈妈之间的矛盾 你们俩在 待早早的时候 育儿方面 还是有一点点分歧 那我想问妈妈 就是这个宝贝 是你一直都自己带吗 还是之前是怎样的 没有 之前都是奶奶带 然后我是因为 六月底之后的 才辞职 我就是全职带她 因为每天下班回来 奶奶总是说 她不吃不喝不睡的 我也挺担心的 爸爸挺心她的 就是反正一直就是 也让我辞职 我们公司的老总 对我也挺认可的 所以我其实也发展得挺好的 但是就是因为 这些原因没办法 她其实本来也是一个 事业型的女人 做这样一个取舍 对于她来讲 也是内心是一种煎熬的 所以我才知道 为什么妈妈会这么交流 因为她也属于是 真正刚接手的新手妈妈 所以在面对早早 很多习惯 很多性格 也会有点不知所措 我第一次看到妈妈 就是我生活中 真的有妈妈 站在床上去 抱着宝贝 差不多一个晚上三两次 这样反复 我觉得我看得 真的是挺心疼 她就是每天晚上 醒来的时候呢 喂奶她也不吃 她就是必须让我抱 我坐着抱这样摇都不行 所以说从一直以来 我们都是家里 准备的两张床 因为她嫌孩子 我让她哭 影响她休息嘛 她经常因为这些 会发脾气 就说我去那个房间睡了 你千万别总这么说 你把她一日扔在那儿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代表了所有的情意 你们认为的恩怨就可 到此我就结束化解了好不好 然后既然来到我们宝贝之家 我们是解决问题的 稍后我们还有专业的儿科大夫 包括张老师 会给你们具体的解决方案 咱们一起来帮助你们 好 让早早更加的健康快乐 好吗 好 谢谢 让早早的好奇心 不会引发安全问题 张老师则要教妈妈 怎么做好家居的安全设置 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 也准备好小本子记起来哦 来 早早妈妈 其实我觉得现在 你可能也最担心的 包括这个年龄层 最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 切记每一个点都做好 首先第一个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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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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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没有这个的情况下 孩子拉 有可能这个脚就撞到头 区别太大了 如果我家里也能像保卫之家这样 就是做得这么全面的话 肯定能减少我很多这种焦虑 在我们中国 每一天大概都有150个左右的孩子 发生这种意外伤害造成死亡 所以我很希望针对找到这个家庭 或者是这个年龄层的这个孩子家庭 把一些该规避的一些安全隐患 力所能及地把它规避掉 儿童家居安全设置 第一 安全脚 家里所有的桌子的边边角角 甚至门的防护 都需要安装特殊的一些圆润的脚 第二项是厨房种地 那我们知道在厨房里 会有很多的一些安全隐患 比如说水电火 尽可能给孩子营造一个区域的安全点 第三点 生活用品 药品 刀具 或者我们所说的遥控器 电池 都是孩子比较容易去触摸的 能把它包裹起来的话 全部包裹起来 第四点是关于孩子使用的一些生活用品 比如像孩子的育叶 或者是蜡笔 所有可以触碰到的东西 尽可能是绿色环保无毒的 不爱吃饭和夜哭的问题 宝贝之家请来了另一位儿科专家 刘昭 北京健泽中医诊所主治医师 职业药师 擅长中西结合治疗 内外科杂病 妇儿科疾病 首先 刘老师针对藻灶的一系列问题 进行了详细的询问 同时对藻灶的大便 也做了仔细的检测 那么它会给出哪些有效的建议呢 刚才咱们看了 这个藻灶刚排出来不久的便 它这个便里面 确实能够看出了 它上一顿吃的东西 主要集中在这几类 一个是整类的穀物 还有就是蔬菜水果这一类的 还有就是菌藻类 就是菌类物质 比方说像蘑菇 木耳这些 可能还有一些海藻 比如海带 或者这些可能也 以原性的形式排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因为这些食物里面 主要的成分呢 是膳食纤维 那么我们人体摄入膳食纤维的 主要的意义在于 它可以帮助咱们肠道的蠕动 促进分辨的形成 所以呢 孩子在日常的饮食当中 也应该搭配 含膳食纤维丰富的 像蔬菜水果和粗粮 但是家长如果在孩子的 分辨当中发现了 这些完整的食物的残渣 那么也不用太惊慌 因为这个确实是 咱们人类的肠道呢 难以消化的部分 不过呀 我从早早的粪便里面 发现了另外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粪便 显得有一点点干 它一般排便的习惯 是多长时间 能够解一次大便呢 就是有时候两三天 有时候可能隔一天 有时候会连续 可能今天拉 明天也会拉 也不一定 因为孩子进食的频次比较高 吃的食物呢 相对好消化 所以按理说 通常应该是每天 应该有排便的 像早早这样 有时候两三天 才解一次大便 确实排便的间隔 有点太长了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呢 就是除了咱们 平常鼓励孩子 适当地多饮水 多吃一些 含膳食纤维丰富的 像粗粮啊 蔬菜水果之外 多运动 也是一个方法 另外呢 我可以教给你们一个 比较简单的 中医按摩的方法 来帮助孩子呢 改善这个 肠道蠕动的功能 来增加它排便的次数 咱们一起学一学 好不好 好 很多小朋友呢 都有排便困难的问题 家长也挺着急的 在这儿呢 我就教给您两个 可以帮助孩子 顺畅排便的按摩手法 第一个呢 叫做点颤天书学 所谓点颤呢 就是我们要点住这个穴位 用手来颤动 天书学在什么地方呢 在咱们肚脐两旁 左右各一个 旁开两寸的宽度 在肚脐旁边 各开两寸 那么这个位置 就是咱们的天书学 家长呢 用自己的食指和中指分开 按在宝宝的天书学上 然后由上之下 耐冲式地来颤动 颤动的幅度和力度呢 以宝宝能够接受为主 如果宝宝有这样便秘的问题 咱们可以这样每天 颤动两到三分钟 第二个方法呢 我们叫做推揉腹部 推揉的方法呢 就是用手指手掌 然后呢 从宝宝的右下腹开始 贴紧腹部之后呢 要画小的圆圈 然后同时呢 手要移动 向右上腹移动 到了右上腹之后呢 要到左上腹 然后再向下到左下腹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 推揉的动作 来促进肠道的蠕动 来有利于它排便 一般这样推揉的动作呢 一天呢 做十次左右 可以和刚才教给大家的 点串的方法呢 结合起来 爸爸妈妈松了口气 下面刘老师又会针对 早早夜哭问题 给出什么建议呢 咱们通过观察 早早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 这段时间咱们的观察 发现 他这个睡觉晚上哭的情况 还是挺严重的 是啊 其实小孩子液体呢 对家长来说 最担心的可能一个问题 老人们都这么讲啊 有可能是 是不是肚子里有虫子了 是啊 这个你们听说过嘛 是不是有虫啊什么的 其实啊 这个是小儿液体的 过去我们说原因里面的 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啊 就是肠道寄生虫 第一个方法很简单鉴别 咱们可以通过到医院去查 分辨 然后看里面有没有肠道寄生虫卵 来确定或者除外 第二个原因 就是孩子的进食情况 你们之前也跟我提过 说孩子现在因为他身体状况 你们觉得不太好 所以呢 在他的晚餐上 给他做了点手脚 是吗 我们就是给他 因为他吃一些中药啊 调理 但是中药有个先天的弊端 就是大部分中药的味道 确实不太好吃 我也喝过 那个药确实是 比较苦 孩子的味觉系统呢 是非常发达的 他们对各种味道的敏感度 是远高于咱们成人的 如果孩子对非常好吃的 可口的饭菜 尚且不愿意进食 那么我们把中药 加到里面 改变了饭食的口味之后 可能反而会进一步 影响孩子的进食欲望 所以呢 这个咱们可以呢 暂时不要把他的 药果和这个饭呢 混在一起 这样改善这个 晚餐的口感之后 看他的进食量 能不能增加 但是现在看起来呢 前两个状况 似乎不是他 夜晚哭闹的主要原因 那么就涉及到 第三个问题了 心理状况 和其他的行为的无常 我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 早早在晚上的时候 确实入睡的时候 哭闹的情况比较明显 但是他在午睡的时候 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哭闹 他在家里边 午睡的时间 最长的时候能到多久 三个小时 能到三个小时 午睡和晚上睡觉的 主要区别呢 在于环境 环境的光线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通过这个细节呢 可以怀疑 早早哭闹的原因 很有可能是 他对黑暗环境的不适应 你说这种 我感觉有这种情况 有很大一种情况 在这里边 所以呢 我就产生了这样一个设想 在孩子入睡的时候 不给孩子关灯 延迟一段时间 如果不关灯的这段时间 孩子没有中间醒来 或者醒来的时候 没有明显的哭闹 那么说明呢 这种环境呢 对他来说可能更适应 那要一直开灯吗 不是说开灯 对小孩子睡觉不好吗 当然不需要 我们以后呢 就要逐渐让他习惯 黑暗的情况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呢 把孩子的睡眠时间 稍微延后一点点 让他习惯 这个黑暗的环境 其实和白天的环境 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给他建立一种心理模式 就是他觉得这种黑暗的环境 对他来说更温馨 更安全 那么也许呢 能够纠正他这种心理上的异常 我觉得今天就是 宝贝之家请到这个刘老师 我认为老师是很专业的 而且好多都是给我 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些知识 确实是日常生活中 都可以用到的 我回去肯定会按老师说的 就是读会 给妈妈开过来 飞机 妈妈给早上开过来 哈喽 你们好 正在玩小飞机呢 是吗 来早上看 阿姨要送礼物给你们了 来坐下 阿姨好 时间很快 在我们这两天一夜的生活 就结束了 然后在这里呢 有一本专门的育儿定制手册 送给你们全家 里面有老师对你们的祝福啊 还有改造的方法都记在里头 回家忘记没关系 可以看一看 然后就会回忆到 在宝贝之家的两天生活 然后希望早上更健康 可爱的快乐成长 谢谢 送给你们 来 谢谢 那最后我们拍张大合影 好不好 好好好 来 三二一 茄子 转眼间 早上一家人 宝贝之家的旅程 也要结束了 白天乱吃不健康 晚上哭醒睡不好 聪明爱笑的早上 让爸爸妈妈担惊截略 但是掌握了安全防范 和调理的手法 相信早早会越来越健康 两天的时间很短 但这个对全世界 都充满好奇的可爱宝宝 却给我们留下态度 对待萌娃依恋母乳 妈妈叫苦不迭 随地大小便 更让妈妈几近崩溃 你为什么念在这儿 你怎么又尿地伤了呢 哎呦哎呦哎呦慢点 一天七八岁吧 挺烦人的 培养孩子的习惯 爸妈是否真的无计可施 先听完故事这本好不好 育儿大师 助力90后新手爸妈 手把手教你 为孩子建立良